区块链技术正在推动金融行业的创新与变革。 2024年10月31日,摘要。 eMorph正式推出以太坊主网,标志着其消费者层面的重要里程碑。 Morph旨在通过优化的技术架构,包括乐观和灵知识证明的结合, 解决区块链应用、普及面临的监管、可扩展性和用户体验等挑战, 为开发者和用户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和友好的区块链应用体验。 2、渣打银行与蚂蚁集团旗下And International合作, 利用And International的Wheel区块链平台,完成了港元计价的跨集团内部交易结算。 这一合作标志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实际应用落地, 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透明的资金管理解决方案。 3、渣打银行和蚂蚁International均参与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Ensemble沙河计划, 共同探索基于CBDC的区块链应用场景。 这种监管层面的支持和行业内的广泛参与, 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的应用。 总的来说,区块链技术正在逐步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已经显现出显著的价值。 未来,随着监管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以及技术的不断完善, 区块链有望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安全性等方面, 为金融业带来更多创新。 以太方价格动态简报 1. 以太方价格走势分析 1. 以太方价格近期有所上涨, 在过去一周内涨幅超过9%, 并在最近24小时内上涨2%, 报0.001712美元。 2. 尽管整个命币板块市值下跌超过2%, 但以太方首款命币 第1个在以太方上的NARO NARO价格仍在挑战0.001765美元的阻力位。 3. 技术指标显示, NARO价格的上涨动能正在减弱, RSI和MACD指标都出现了一些bearish信号, 投资者可能需要关注另一种命币, PayPay Unchained People。 2. PayPay Unchained People项目概况 1. PayPay Unchained是一个基于以太方的LAR2命币项目, 指在为MIM币市场提供一个可扩展、高性能的技术框架。 2. PayPay Unchained的LAR2网络可以实现100倍的交易速度提升, 并大幅降低网络费用, 为MIM币市场的下一个超级周期做好准备。 3. 该项目还将为MIM币生态系统开放其高速区块链网络, 并推出开发者资助计划, 支持在其网络上构建应用程序。 4. 意味分析师预测, PayPay Unchained的代币PPU在发布后可能会上涨100倍。 投资者现在还有机会在预售阶段以优惠价格购买PPU代币。 3. Morph主网上线 1. Morph是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全球性区块链基础设施, 在以太方主网上正式启动。 2. Morph的消费者层结合了乐观和灵知识证明的技术, 旨在提高区块链应用的安全性, 可扩展性和用户友好性。 3. Morph为开发者提供资金、孵化、加速等支持, 帮助他们将项目推向市场, 吸引用户,并获得必要的资金。 4. 通过这种全面的支持体系, Morph旨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向大众市场转型, 实现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以太方生态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态, 包括MIMB、NERO的价格走势、 Layer2项目、PiPi Unchained的发展, 以及面向消费者的Morph主网上线。 这些变化都反映了区块链技术正在向更加成熟和应用导向的方向发展。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些新动态, 并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做出适当的投资决策。 比特币价格上涨,势头强劲。 根据多篇文章报道, 比特币价格近期表现强劲,呈现上升趋势。 主要信息点如下。 1. 比特币价格在过去24小时内上涨2%, 达到72,146美元, 接近历史高点73,750美元。 2. 比特币ETF资金流入强劲, 仅在10月25日当周就有超过9.2亿美元的净流入, 为比特币价格上涨提供支撑。 3. 分析师认为, 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可能当选, 为加密货币行业带来更加有利的监管环境, 这也推动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 4.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将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资金, 也有利于推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价格上涨。 总的来说,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 比特币价格有望进一步上涨, 有望突破历史高点。 不过, 投资者仍需谨慎, 因为加密货币投资存在较大风险。 2024年10月31日简报, Selona生态发展势头强劲。 文章综述, 本次简报聚焦于Selona生态中的几个亮点项目, 包括Selona本身, PiPi Unchained, Moonwell和Tars AI。 Selona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攻略, 其市值有望在下一轮牛市中达到4000至5000亿美元。 尽管受到通胀影响, 但其价格仍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市值关口。 PiPi Unchained是一个新兴的摩英币项目, 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2350万美元的预售, 反映出强劲的投资者兴趣。 该项目基于Selona推出了自己的Layer2网络, 并提供了去中心化交易所、跨链桥等功能, 发展前景广阔。 Moonwell作为一个DeFi借贷协议, 近期价格出现了三倍的涨幅, 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借贷功能的可扩展性和稳健性将是决定其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Tars AI则是一个聚焦于人工智能的Selona生态项目, 尽管最近经历了50%的回调, 但其在Selona AI领域的定位和野心仍然值得关注。 总的来说,Selona生态正在蓬勃发展, 各类应用层出不穷, 为投资者带来了不少机会。 但同时也需要警惕高风险, 谨慎投资。 2024年10月31日简报, 关于Satoshi Nakamoto身份的新声明引发社区质疑。 主要内容, 一有新闻称, 比特币创始人钟本聪的身份将在10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 这也是比特币白皮书发布16周年。 二声明称, 钟本聪出于法律压力而不得不公开身份。 发布会承诺将提供现场演示来验证创造者的真实性, 并展示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地。 三, 然而, 加密货币社区普遍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此前也曾有多次未经验证的钟本聪身份声明, 如克雷格、 赖特。 此外, 发布会的组织者与曾被指控欺诈的人物有关联, 引发了更多质疑。 四, 总的来说, 尽管有新的钟本聪身份声明, 但加密货币社区仍然保持谨慎和怀疑态度, 认为这可能是另一个未经证实的声明。 社区希望看到更多可靠的证据, 而不是简单的现场演示。 综上所述, 关于钟本聪身份的新声明引发了社区的广泛质疑和不信任, 人们仍在等待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以下是一篇简报, 总结了提供的多篇文章内容。 以太方价格上涨, Vitalik Barterian解释了以太方基金会F销售的原因。 2024年10月31日, 关键要点。 一, 以太方价格在过去24小时内上涨5%, 交易量大幅增加77%。 这是由于以太方联合创始人 Vitalik Barterian发布了一篇详细的博客文章, 概述了优化以太方虚拟机 EVM和账户安全的关键举措, 作为The Splurge路线图的一部分。 二,Barterian就以太方基金会出售F仪式进行了辩护。 他强调, 这些资金对支持以太方的核心开发工作至关重要, 包括降低网络对工作量证明的依赖, 确保交易费用低廉, 加快交易确认时间, 以及支持隐私增强技术等。 三,Barterian解释说, 避免基金会直接质押F的原因 是为了避免在出现分歧的硬分叉时 被迫做出官方选择。 他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建议, 如提供给予接受者自主权的赠款, 以及分散以太方的合法性和资源到各个组织, 减少基金会的中心影响力。 四,尽管以太方价格在过去一周下跌了9.21%, 但Barterian强调, 这些销售对确保以太方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包括提高网络安全性, 降低交易费用, 改善用户体验等。 综上所述, 以太方基金会的F销售虽然引发了社区的批评, 但Vitalet Barterian认为, 这些举措对以太方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有助于提高网络的可扩展性、安全性和效率。 简报, Chompong Chao在服刑四个月后获释。 主要内容 一,Chompong Chao CZ是世界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ance的创始人和前CEO。 他于2024年9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获释后的反思和未来计划。 二,CZ表示感谢支持者在他最黑暗的时刻一直站在他身边, 并对未来充满乐观,表示未来的机会总是比过去更多。 他重申了对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的承诺, 并称自己是一个关注影响力而非回报的长期投资者。 三,CZ表示未来几年将把重点放在他创办的非营利性在线教育平台GigoAcademy上, 并将投入更多时间做慈善和教育事业。 四,CZ还透露了他正在撰写的新书的进度,称已完成约三分之二。 五,最后,CZ承认Binance在他离开后运营良好,这是每个创始人的梦想。 总结,本文报道了Chong Peng Chao在服刑四个月后获释的情况, 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反思和未来计划, 包括对区块链技术的坚持,投身公益事业,撰写新书等, 并对Binance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 这些信息突出了CZ作为加密货币界知名人物的动态, 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了解。 简报,Brian Armstrong引领加密货币行业的先驱。 Brian Armstrong是加密货币行业的关键人物, 他通过创办Coinbase将数字资产与主流消费者联系起来。 Armstrong于2010年开始对加密货币产生兴趣, 并于2012年创办了Coinbase。 尽管当时加密货币行业环境动荡不安。 在Armstrong的领导下,Coinbase不断拓展业务, 最终于2021年成功进行了价值近100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尽管面临市场波动和裁员等挑战, Armstrong仍然致力于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 他倡导监管政策的明确性, 并保持以使命为导向的方法, 带领Coinbase穿越不断变化的金融格局。 Armstrong作为Coinbase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在加密货币领域崭露头角, 被视为行业的关键影响者。 他坚定地相信加密货币具有颠覆性的潜力, 致力于构建一个金融更加普及的全球化未来。 尽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但Armstrong的领导力和远见着实使Coinbase得以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持续前进。 2024年10月31日简报, Marvel Studios 2025年电视剧计划预告。 Marvel Studios在Disney加上发布了2025年电视剧计划的预告片, 包括以下几个重点项目。 1.全新动画剧集《你的友好邻居蜘蛛侠》1月29日首播。 该剧以彼得·帕克高中时期为背景, 讲述他成长为蜘蛛侠的故事, 集结了哈利、奥斯本、妮可、米诺等经典角色。 2.真人剧集《暗影武士》3月4日首播, 查理·考克斯将回归饰演夜魔侠。 预告片中,出现了夜魔侠使用钢丝锁剧, 在楼宇间荡来荡去的场景, 这是影视作品中首次呈现。 3.动画剧集《瓦坎达之眼》8月6日首播, 和《漫威僵尸》10月首播。 4.真人剧集《钢铁之心》6月24日首播, 和《神奇先生》12月首播。 总的来说, Marvel Studios在2025年将推出丰富多样的电视剧作品, 涵盖动画和真人剧集, 并将重点角色如燕魔侠、蜘蛛侠等带回观众视野, 为粉丝们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简报, Gavin Wood与Web3的未来。 概要 1.Gavin Wood是以泰坊的联合创始人, 同时也是Parity Technologies和Web3基金会的创始人。 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去中心化互联网的发展。 2.PolkaDot是Wood创立的一个区块链项目, 其旨在实现区块链之间的互操作性, 提高整个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效率。 PolkaDot引入了一些新的技术, 如PowerChain和共识机制, 以实现这一目标。 3.Wood认为, 从Web2过渡到Web3是必然的趋势, 因为当前互联网存在诸多问题, 如过渡集中化和隐私泄漏等。 他相信, 通过正确的激励机制, 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的新解决方案。 4.尽管Web3的愿景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实现, 但Wood对此保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 只要持续努力, 这一目标终将实现。 总的来说, Gavin Wood一直在为构建更加去中心化, 互联互通的未来互联网而努力。 PolkaDot项目及其背后的技术创新, 为实现这一愿景奠定了基础。 未来, 随着Web3的不断发展, 用户将获得更好的互联网使用体验。 2024年10月31日简报, Consensis裁员20%应对挑战。 摘要。 以太坊软件巨头Consensis宣布将裁减20%的全球员工, 及162名员工。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Joseph Rubin表示, 这一决定是由于宏观经济压力和监管不确定性所致。 Consensis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一通胀压力和利率上升导致运营成本上升。 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压力, 包括指控Consensis为注册及从事经济业务。 三、缺乏明确的监管框架, 给创新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 Consensis仍在继续推进核心产品Metamask和Linear网络的开发。 公司计划将这些产品转变为去中心化协议, 并向Consensis网络国家的模式转型, 实现更高的组织自制。 Lubin表示, 尽管当前形势严峻, 但加密货币行业正处于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力量的边缘。 Consensis将继续专注于技术创新, 推动区块链技术的主流应用。 总的来说, Consensis正在通过裁员、 产品去中心化等措施, 应对宏观经济和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 努力保持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简报, 比特大陆创始人无忌寒的合规挑战。 文章概要, 一、比特大陆子公司Softgo被指与华为有关联, 引发供应链调查。 Softgo和比特大陆均否认与华为有任何业务往来。 二、Softgo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芯片公司, 由比特大陆前CEO詹克团创立。 詹克团曾与比特大陆创始人吴继寒发生权力斗争。 三、 随着美国加强对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出口管控, 台积电对新中国客户的审查变得更加严格。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野心。 四、 中国半导体企业为规避美国出口管制, 纷纷寻求通过IC设计服务商间接获得台积电的制造能力。 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合规方面的挑战。 吴此次事件可能会促使台积电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策略, 提高对出口管制的重视程度。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聚焦于比特大陆创始人吴继寒所面临的合规挑战。 随着美国加强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管控, 中国企业在供应链合规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 这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 文章还透露了台积电在客户审查方面的谨慎态度, 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值得警示的案例。 简报,IRS特殊行动组的秘密战役。 文章主要介绍了IRS特殊行动组探员Jarrod Koopman的工作, 以及他们在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恐怖融资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Jarrod Koopman是一名IRS特殊行动组探员, 拥有丰富的执法经验和专业技能。 他从大学时期就对执法工作产生兴趣, 后来进入IRS工作, 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网络犯罪侦查专家。 Koopman领导的特殊行动组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1. 协助警方成功抓捕了Silk Road网站创始人Ross Walbert, 并追回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比特币。 2. 发现并打击了一个名为Welcome to Video的儿童色情网站, 拯救了23名受害儿童。 3. 通过追踪比特币交易, 成功查获了向恐怖组织Harmus, 基地组织和ISIS提供资金的渠道, 并将这些资金全部收缴。 4. 调查发现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存在严重的洗钱问题, 并最终促使其CEO认罪并支付巨额罚款。 尽管IRS一直饱受诟病, 但Koopman和他的团队在默默无闻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国家安全和受害者权益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的工作体现了公务员的价值, 值得社会各界给予更多认可和支持。